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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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看 当然这里的 这又是一组平亮柱之后 是个假阴真阳的倍亮柱 假阴真阳 那么接着再来看 你们看 这里又是一根倍亮柱 那么我们在这个形态上面来看 就比前一个交易日来 增量一倍 就叫倍亮柱 那么倍亮柱 在使用当中 最好的形态 是不断抬高的三根倍量 大家把这个关键词记住 就是在倍亮柱的使用当中 三根小倍昂 三个倍量 三个倍量 它是要不能低于第二个 大家能不能记住这句话 那样它才会上弓 那么同时也不能够下降 这样才行 好不好 好 这是它的形态 好 你们看 在这里构建了一级之后 这里王牌和金阶 有没有形成组合呀 你们看 王牌和金阶 有没有形成组合 很明显 这个地方没有 对吧 那么它下来之后 又是一个倍亮 你看 这又是一个倍量柱 又是一个小倍量 只要是 你们注意 回踩到黄金线 回踩到黄金线这个量柱 一般都是缩量柱或品量柱 次日有倍量柱的确认 并且 并且这根低量柱被倍量柱 确认之后 能够成为王牌柱 那么它的后面 无论它后面怎么回调 基本上都不会跌破 这个低量柱 那么大家来看这一段 你们看 这又是一个低量柱 是吧 又是一个低量柱 加上倍量柱的确认 是倍量柱确认了 又是倍量柱确认 那么这个倍量柱确认之后 它就以这个倍量柱的底 和这个王牌柱的石顶 来了一条线 你们看 凡事 记住一点 这都是 1 2 3 4 5 6 都是倍量上弓 采取的缩量回调 缩量回踩不破线 记住 一定是缩量回踩不破线 这个线是什么线呢 就是我们的王牌与金阶组合的金阶 与金线 好 到这里以后你们看 1 2 3 是不是足迹抬高了 一个 两个 这里的三个 是不是抬高了 那么当它一抬高 大家看 它在这里又做了一级 不浅 不浅 所以不浅 来了一个倍量涨停 去做了 这个倍量柱一涨停过了走峰 那么 这样的股票 就非常的流差了 好 怎么流差呢 你们看 你们看它的前面柱底 都是不是小背羊了 它在前面都是小背羊 是不是 1 2 3 4 5 6 都是小背羊 然后用了一个掌停板的倍量掌停 你看 这是个倍量掌停 这个一掌停 那就记住 它倍量掌停过的走峰 基础扎实 在这一阶段 大家看它是不是属于3D三勇 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3D三勇 集 有底有网有金阶 最好是三级金阶 这是重点 最好是三级金阶 一定是王牌和金阶形成组合 底底抬高的三级金阶 这就叫有底有网有金阶 我们重点需要寻找的 就是这样的股票 好 你看 掌停是价掌量 说之后这里是不是放量了 你们看 是不是又是个倍量柱 那么这个倍量柱呢 它既是高量柱 它是不是高量柱 但是前一个交易率来对比 你们看 它明显是高量柱了 那么它是板后甲阴 千秒带涨缩量 那么你看 板后第二个甲阴 是不是比第一个甲阴更可靠 这都是综合战法 板后甲阴缩量已被直接 直接涨 这就在上升途中了 这一段在上升途中 一定要采用柳骨三角 很多同学在上涨途中 容易被假鹰给洗出来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很多都会被它 都会被洗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大家 教了大家一招 大家以后用哪一招啊 就在这个掀出了之后 尾盘 注意 有没有一二三 尾盘 注意这里有没有一二三 明白了 所以板后甲阴 板后的甲阴 比没有板的要强 第二个甲阴 比第一个更可靠 好吧 但是一定要记住 是上涨途中的柳骨三角 好吧 上涨途中的柳骨三角 好 这是被量柱的形态 那么我们看一下 被量柱的特殊功能 第一 凡是被量柱的当天 几乎都是绝对的底部 或相对的底部 好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凡是被量柱的当天 几乎都是绝对底部 或相对的底部 这个要位置定性的啊 你不能说在山顶上 来了一个被量柱 大家说它是不是底部呀 啊 山顶上 如果在山顶上 来了一个被量柱 大家说它是不是相对的底部 不是 所以要位置定性 那么第二 凡是被量柱的当天 几乎都是走势的拐点或起点 走势的拐点或起点 第三 凡是被量柱的后面 都有一波不错的上升走势 或盘升的走势 盘升的走势 这三个人要记住 好 你们看 在这里 记住 这是不是一个被量柱 你们看 是不是来被量柱 下乎下面呢 都是平量柱 来 来了个被量柱 那么我们告诉大家 第一个小被量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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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它结合位置定性 左侧有缺口 大家说这个小被量 行不行 那叫位置定性 这是带试探 这一个小被量是带试探 因为左侧有牙 位置定性 所以好 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 打下来以后 你们看 这是不是极点车厢 这是长腿探底回收 一般是个股阶段性的底部 那么 来了以后 你们看 是不是百分之低量 是百分之吧 百分之低量 百分之低量 加上被量柱 你们看 这里 是不是相对的底部 大家看这个地方 小被量 是不是相对的底部 对了吧 相对或绝对的底部 因为这是极点 这是极点车厢 好 到了这里以后 你们看 来了以后呢 缩量回踩 背量不穿 再来一个小被量 是不是再来一个小被量 那么这个小被量 是不是 来了一个黄金线上的 阳盖阴的动作 明白这意思没有 好 这是第一 这是一个 那么 被量柱的当天 几乎都是走势的拐点或起点 你们看 是不是拐点或起点 好 这里 这是一个什么 被量 涨停 被量涨停之后 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连续出现 三个小被量 你看这一个地 这一片 是不是一二三 是不是连续出现三个小被量 连续出现三个小被量 那么 好 到了这里 还是要采取位置定性 大家以后一定知道 这个涨停板之后 为什么不涨停了 为什么不涨了 一定多往左边看 你们看 这个左边 是不是有一个高量阴的栏路虎 是不是有一个高量阴的栏路虎 位置定性 那么它涨不上去 它就会洗盘 你们看 这里洗盘了没有 洗盘了 背量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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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这是T量因 吉英赤阳 折服建昌 是不是吉英赤阳 吉英赤阳 折服建昌 那么建昌以后 第二天的走势 就很关键了 要背量度来确认 有没有背量度确认 你们看 这里的背量度一确认 那黄金线上盖尔因的司令 OK了 确认了 后面行程驾掌量说 是不是有一波不错的 上升的走势 是不是有一波上升的走势了 对了吧 好 那么到了这里 你看 这两个地方是平量度了吧 是不是平量度 那这个位置 是不是相对较高 为什么较高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较高的是 一个 这里 二个 两极了 是不是 到这里一二三 好 那么它的 出现是低开低走 低开低走 就要防止它有大跌 那么只要它跳空不补 大家记住 你们看 在这里横盘 是不是使用的长音短柱 使用的是长音短柱 对了吧 实际上是长音短柱 那么它在这里折腾 是因为这里最近的这个音的二一 因为没有过 二一不过鬼门关 所以它再一次下来一洗 洗完了之后 你们看 它把这里的盘一洗完 是不是成了平量柱 阳盖音 平量 阳盖音 是平量了吧 那么这里是一组平量柱 加阳盖音 阳盖的音 那么你看 再摘稳了它的底 是否站稳了它的阳盖音 零号跳空 有差一点 你们看这一说是不是贝量柱又是一个贝量柱涨停 你看是不是又是一个贝量柱涨停了 它又来了一个贝量柱的涨停吧 所以你看它是不是都是使用的小贝量啊 是不是小贝量 都是小一二三 是吧 是 贝量柱平量柱 然后再说加贝量柱 二小贝量是非常是我们值得拥有的 好 板后脚一 如果不长应该说量 说三一 说三一 说到位了没有 你们看说到位了没有 说到位了吧 那么一二三四 横盘不破左锋 不破涨停板的什么位 不破涨停板的三一二一位 一二三四 那出现了杨盖音 大家说是不是要进了 横盘 大家说它是不是个强者 强不强 横盘的把涨停板的二一位 还肩走峰 横盘一二三四杨盖音 大家看这是个说量盖音啊 这个就是架涨量说折击做多 架涨量说折击做多之后 你在凌汉挑空就板了 板了之后大家看 在这里是一个架涨量说的单枪 所以它第二天接着板 板了是高开低走的假银晋扬 先出后观察 大家觉得对不对 应该是先出后观察尾盘的情况 是不是 先出后观察尾盘的情况 那么在这里所采用的都是悲量柱 大家记住都是悲量柱 所以在这里也要注意三个要素 好不好 三个要素 好 那么悲量柱的市场含义 悲量柱的市场含义来自 第一个 悲量柱明显是昨日量柱对应的价位 满足不了它的胃口 要大量的吃净 于是这股价看涨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所以悲量柱一定散户做不出来 悲量柱一定是主力才做得出来 第二 悲量柱体现了主导方的主动行为 毫不犹豫 力拔万军 亦游未尽 第三 悲量柱体现了预谋有计划的行动 攻击性多于试探性 它的攻击性多于试探性 好 刚才卢图所讲 这一只股票 用涨停板 是不是来了一个什么刹车柱 你看 是不是来个刹车 甲阳 长腿探体回升 好 涨停了 我们和大家讲过 这里是刹车 好 刹车之后 你们看到缩量是不是缩量回调了 缩量回调 这里是不是来了个单枪 这里是不是来了个单枪解放 他的解放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打左锋的 左锋 他来了个单枪 来单枪的解放 其左侧的筹码 那么 由于上方不大 所以他再次下来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是缩量假跌的 继续缩量 直到缩到这里来的时候 成了平量柱你看 平量柱 加平量柱 然后来个零号跳功掌平板 零号跳功掌平板之后 你们看 这是个背量单枪 是不是 你看 你不看架柱 来 首先看这个量柱 是不是背量柱 背量单枪 实体价小 所以他又选择了回撤 你看 横盘在掌平板的什么位 横盘在掌平板的三亿位 再来一个背量单枪 你看 三一二一 就是我们要看架柱七穴 上三一 二一位 下三一 架柱的十顶 最高点就是须顶 它的最低点就是七个穴位 就是架柱的七个穴位 所以 我们的量柱也是一样 量柱你看 来了 好 这个左锋到底过了没有 大家看一下 左锋没有过 那么我们在这里是已经是不是有一 二级金阶抬高了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金阶在抬高 这个地方有了金阶在抬高 那么我们只要等待它 再下来 做一个王牌就够OK了 好 这个背量柱来了没有 你们看 这个背量柱来了没有 又来一个背量柱 平量柱 背量柱确认 你看这是一组平量柱 相当于数量柱 又来了一个什么 背量 那么以它的后三个实力画出这条线 背量不穿 金阶抬高 你们看 当然这里是不是多了 平量柱了 平量柱越来越多 是不是平量柱越来越多了 平量柱越来越多 好的 只要它一根背量柱 OK了 平量柱之后 只要这一个背量柱 缺了你们看 那么它就来了 这个时候就告诉了我们 它的背量柱 攻击性多于试探 它的攻击性多于我们的试探 只要这个背量柱一来 后面横盘背量不穿 那就将一二三级金阶就来了 三级金阶又形成了背量柱不穿 你们看 但是可能一二三四五 时间周期够不够 时间周期也够对吧 五天 时间周期也够 缩量回踩 你看 这是背量柱之后的缩量回踩 不破线 盯好领界法昌剑 你看 背量张庭 你看 但这里是一个杨盖英的动作 只要他不穿这条线 大家说 以后大家还怕不怕 一定要理解背量不穿的意思 背量不穿 特指这根架座的实底不被有效击穿 三一二一不破更前 所以一定要注意三一二一位 三一二一位 好不好 这边要接住 好 那么一级金阶二级金阶三级金阶 你们看他是不是上了 上到这么以后 大家要注意这个位置了 踢量柱 某功于某桃的温度计 既是高量柱 又是踢量柱 涨幅达标 四板不封 坚决走人 所以这个票 敢于在这里发案例 就是这个意思 那除了平量柱以外 还有背量柱 记住了吗 你看 这是一平量柱 平量柱加背量柱一来 在这里一横盘上去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百分之四十 你看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将近四个板 对吧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样的票 它是不是属于三低三有啊 你们看是不是属于三低三有啊 四块多钱是不是三低三有啊 四块多钱三低三有 那么只要背量柱 一个 你看 再抬两个 是不是抬了两个 抬了两个 再来一个 抬了两个 好 那同理 这个倍量和这个倍量 大家看我们取哪一个 这个倍量和这个倍量取哪一个 取它 是一样的 所以和大家这里规定 这只是它的板后之后有一个倍量 那么它这里又是同时有个倍量 所以取后面 它后面回踩 你看照不破 是不是就OK了 这里三个回踩破破 三个回踩不破线 盯好临界把长见 你看 这又是一个倍量柱来了 所以在这里这个倍量不要看 这个倍量叉叉 好不好 看这个倍量柱 接着它 那么再看它 你们看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小倍量抬高了 三个小倍量抬高了 所以这一个给它打个叉叉 这个给它打叉叉 看一个 两个 三个 抬高了吧 一二三三个小倍量 是不是三个小倍量 OK 第四个来了 一阳看 二阳备战 三阳参战 来了 这才能使用三个小倍量 好不好 刚才和大家讲的 那一定要注意 这三个小倍量 是在抬高的三个小倍量 这里抬高的三个小倍量 一定注意 所有的流骨 都是从这里开始 只要底部 发现了三个小倍量 底底抬高 并且形成三级进阶 你注意 这个片你就按照进阶的画法 回调不破线 你就持股 好不好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所以这是一个持股的 这是我们在做票的同时的一种方法 那千万不是说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的 好 那么实力介入的标志 倍量柱 是实力介入的标志 任何庄家和主力 都有本事让量柱增高 却没有本事让量柱缩小 凡是敢于增量一倍的主力 就是故意向世人宣告 我来了 我有实力接住所有的抛盘 是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 被招告天下 我来了 你们看 这个前面是百日低量群 那么他招告了天下 第一个小被羊 我来了 我来了 那么第一个小被羊 我来了代表什么意思 我试探一下 是不是我也来了 明白没 那就证明主力用这个倍量做试探 就证明主力来了 那么怎么做呢 一定要底底抬高 喵喵 一定要底底抬高 那么你们看 在这个位置 它既是高量柱 是不是 又是倍量柱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峰啊 是不是走峰 好 接着 你们看在这里是低量柱 这个时候我来了 从第二个倍量柱宣告 我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两个倍量柱没抬高呢 一个倍量 两个倍量有没有抬高呢 还没有抬高 对吧 所以 那么就要注意 你看 这里来了金街 这个地方 又来一级金街 是不是 OK 那怎么办呢 你看它发现平量柱也越来越多 你看是不是平量柱也越来越多 到第二级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了平量柱 大家看 我们说 平量柱在这里有一波 来这里下来 好 你看到这里平量柱 好 当这个小贝阳零号 过掉他的时候 他正式宣告 我来了 我来了 那倍量过阻风 是什么 下一句 掌停即先锋 你看 这叫跟装了 0号跳空过阻风 出现倍量柱 第二天 掌停板 那如果说 你这里不进去 你在这个板能不能进去 这个板进去不了了 所以 倍量柱 是阻力实力于雄心的温度计 所以在这里点 你就要使用郭祖风 这招 好 你看 这是不是一个倍量柱 他即使高量柱又是倍量柱 他宣告 我来了 是不是 那 梯子板放了量 是不是梯子板放了量 那么梯子板一放量 形成了高量柱 兼倍量柱 第二天确认了没有 你们看 第二天形成价掌量 说的确认 OK 板了 那第二天 他自己就形成了价掌量 说的确认 OK 高量不破 板 对吧 那么 假音 先出后观察 或使用一二三战法 这里都可以做得到 好 这是实力介入的标志 介入的标志 那么再来看 主力抢筹的标志 抢筹 倍量柱是主力抢筹的标志 倍量柱往往处于绝对的底部 或相对的底部 主力这时的倍量 拉伸相当于倍量抢筹 明显是减便宜的筹码 为什么呢 你们看这个股票一一路打压下来 是不是阴盛呢 是不是有带血的筹码出来了 对吧 就有带血的筹码 你们看带血 好 你们看 好 到了这里是不是平量柱 你们看 这是一组平量柱 是不是宣告我来了 出现aldi平量柱之后 有倍量柱的确认 他宣布 我来了 他在干什么呢 这个立法已经是带血的筹码 他在这里抢筹 是不是在这里抢筹啊 他就在此处抢筹 抢筹之后形成了一级金阶 那么接着再来看 又是一个低量柱 宣告我来了 你们看他来了没有 又是一个低量柱 我来了 那么为什么上不去 是不是这个大鹰扭压呀 上不去的原因 就是我们这个康桥 左侧有个桥 浴水搭桥 你看 他我们遇见他了 遇见他了 暂时要不要回避啊 因为为什么 他没过康桥 暂时回避 好 接着下来 你们看 下来之后回调不破线 对吗 你们看 好 来了之后 杨盖银 杨盖银之后 在这里横盘 横盘的时候是个金线不穿 他告诉我 打了个单枪 告诉我什么意思 我来了 第一 单枪的意图 是探主四封 你们看 是不是探主了 探的是高亮音的使力 这探主四封 输亮就攻 输亮 你看 赤输亮一倍 输亮回踩不破线 钉好临界把 仓界 大家告诉我 这是什么 我来了 是不是我来了 他向世人宣布 我来了 他又在抢仇 你看 他在抢什么仇 他就是要抢 这里带血的筹码 一来 来了 然后呢 说量 是不是说量 说 过桥 看到没有 过桥呢 他仿佛在说 说量过桥 看到没有 过桥呢 一过桥 回踩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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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好腾空 倍量 涨平 你们想一想 这个阻力 强不强 这个阻力 就告诉了我们 我来了 是我来了 然后 探主是风 说量就攻 我来了 一说量 黄金线上 杨在英 黄金线上 小贝杨 他是不是在 绝对的底部 你们看 是在相对 和绝对的底部 底部 来 相对和绝对的底部 来了 一过 回踩不破 板过去 是不是 然后呢 你看 价涨量真 相对于价涨量平 来 再板 那么想一想 这里的三根平量柱 其后有多少涨幅呢 这里有三根 差不多30% 是有三种 那么他只要经过了倍量柱的确认 大家要记住 好不好 要经过倍量柱的确认 所以我们和大家讲的高低品倍 要把它结合起来 大家能不能做得到 千万不要使用单一基因 啊 品量柱我就买 他没确认你买个屁啊 是不是 他没确认你买什么 这左眼睛右确认在这里 当干进去 没有没有 不是说见了频量就要买 见了频量就要买 他要经过确认的频量 他要经过 说量也要经过倍量的确认 频量也要经过 也要经过这个倍量的确认 那不是说有了频量我就买 他留过来这里频量 很多频量他都没有确认 没确认 是没确认 所以不能干 那么关键在于 移住一线 来 一二三 是不是去买单啊 大家看 跟我和大家讲的这个强势不一样 一二三是不是也去买单 他也形成了 有底有网有金街 形成三级金街 三级金街 三级飞跃 所以一定要关注三滴三有的票 三滴很好找 三有不好找 三有也很好找 就是王牌和金街的组合 好不好 好 这是主力抢仇的标志 那么再来看 一见多星的招数 一见多星呢 我们的一见双雕啊都可以 倍量就是一见多星的招数 主力倍量拉伸的努力 是为他自己赚钱的铺路 经过试探 建仓 增仓 补仓 增仓 启动 拉伸 出货的环节 叫 事件增补 增起 拉 没有拉 事件增补啊 增起 拉 好 你们看 这是不是得 四仓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在四仓 那么他就在四仓 好的 四 来 你看 这是一个变量度 剑 他在剑吧 四 剑 好 到下来的 你们看 这个在干什么 是在正仓啊 诶 四仓 在这里正 正常 好 你们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黄金阶了 一个 两个 搭了楼梯了 记住 是不是搭了楼梯 一个 楼梯 两个楼梯 那么在这里 你看 真 他 他是不是 还在真仓啊 同时黄金阶在洋 他也在买洋 大家说 主力在买没有 那么很简单 主力也在买 所以他在真仓 他把这个修和疗法 用到这里以后 你看百日低量 加仓 倍量度 真仓 接着呢 你们看 这个地方呢 补仓 然后又开始了什么呢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开始洗盘 洗盘之后 是不是形成了一条黄金线 一二三 几级了 几级了 三级经级 就要打截 三级经级 他就在这里要打截 你们看 这一上弓 就要打截了 是不是 那么这里 他一拉伸 就要开始正仓 你看 事件 真 补 正 正仓 当我们发现 咦 我们呢 这个地方 有没有个什么柱 黄金线上 出百地 黄金线上 出百地 要什么确认 要倍量度的确认 他又在干什么 他又在 增仓 是不是又在增仓 他一中 然后横盘 接着再告诉我 起 为什么起 一二三 打结完成 完成第四级 一二三 起 缩链 缩链洗盘 再来一个仰盖音 事件真不正起 拉 是要正起拉了 所以在所有的个股当中 都是要过左风 记住了 没有一支票 都是要过左风之后 他才会启动或拉伸 明白吗 启动或拉伸 那么一二三 四 起拉 第五级就要拉了 这个能够看得懂吗 所有的都是被量度 所有的都是被量度 那么你只要换好进阶 一级 二级 三级 三级之后下来打结 不破 第三级出百级 下被量度确认 然后完成第四级 启动 接着过风 开始拉 所以一定要注意 所以被量度下 被量度是庄家主力下定决心干的 下决心 我一定要拉 我一定要上 所以是主力和雄心的温度计 那么在所有的 在建昌 在这个正昌 正昌 后来又正昌的时候 大家看是不是要画好 晶梯啊 是不是要画好晶梯 所以说只有晶梯大剑 晶阶大剑足迹高 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晶阶 在量学当中 一柱一线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看 这些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看到没有 是不是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关键的量柱 生成关键的量线 才会往上攻 所以一定要记住 好 你们看这个地方 就要注意 要不要先出 它有可能 做到出货的环节 那我们和大家讲过 假银赶梯阳在底部比较顺 比较稳 在腰间 努力拉 然后在顶部比较旋 所以假银阳也要分位置 在顶部比较旋 大家不要见的假音 都采用一二三 一定要看一看 好不好 一定要看一看 所以这里 你们看 它的涨幅是不是很高了 是不是涨幅很高了 那么从它的四块多钱 将近五块钱翻了一倍 从五块钱到这里翻一倍 那么将近翻一倍的股票 就应该注意了 好不好 就应该注意一下涨幅达标的问题 我们再劝了再干 都没有问题 好不好 好 这是一件多新的招数 被量度的性质 被量度的性质是复杂的 从主动行为上看 有建仓柱 增仓柱 补仓柱等东西 从被动行为上看 有试探 有试探的性 试探性 正仓柱 护仓柱等类型 从盘式发展上看 有黄金柱 启动柱 拉伸柱等类型 那么 被量度与其他重要量度的组合 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的找到 主力攻防的目标和节奏 从被量度中 看出主力超盘的目的和意图 随机应变 跟随主力超盘的节奏 好 那么我们大家看一看 这些箭头所指的被量度属于什么类型 第一个属于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有建仓柱的行为 有建仓柱的行为 是不是 试剑有他的行为 好 那这个呢 你们看 试 试 剑 这是个试 试 剑 这里剑了之后 它叫正常 是不是 试剑 这里叫正常 这个地方就叫正常 正 正了以后 你看 打下来 到这里呢 你们看 在这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是不是在补偿啊 这个地方就叫补偿了 试剑 真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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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真仓 那这里呢 试剑真补 这叫补偿 那么你们看 这里一个左风 试剑真补 这里起 是不是起了 这个地方叫起 它过左风了 是不是 过左风 那么这个地方叫过风保顶 啊 这个地方叫过风了 来保顶 过不是过 要回踩 补破 对吧 诶 要回踩补破 然后呢 你看 往上拉 好 这一个内容中 在我们当前的位置 是不是左风啊 是左风吧 诶 左风 好 你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过 再过 是不是再过 诶 它要过左风 好 好 首次过 往往有回落 你看 首次过 往往有回落 看住第一波 盯住第二波 及二号战法 那么 我们看 第二次 是不是来了个小牧羊 过左风了 你看 这是个小牧羊啊 这也是 凹口的什么柱 这也是凹口的平量柱 对吧 凹口平量柱 爆发猛如虎 那过不是过 回踩不破 你看 这是不是有个回踩不破的动作 回踩不破 背量 单枪 诶 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要开始了 你们看 是不是要开始了 它就要开始了 这个票叫中行审非 那一定记住 这里所有的 它都来了什么 剑仓柱 真仓柱 补仓柱 四剑柱 正仓柱 护仓柱 还有什么 黄金柱 所以四剑 四剑 真 补 正在这里 起 是不是要起 然后到这里 采用的是 过风 它叫干什么呢 过风 它叫拉 是不是 一过风 开始拉 全是被量 所以这个票 你们看不简单 它就是 航空 中航审非 那么你们看 这里一来 这个被量 单枪案 你看主要是这一段 一过风 回踩不破 再来单枪 零号 要上了 你们看 这个 这个 留不留啊 留不留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五个板 六个板 是不是 那么今天 它又再来一个板 所以一定要记住 被量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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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重要量柱的组合 可以帮助我们呢 准确地找到 阻力攻防的目标和节奏 从被量柱 看出阻力操盘的目的和意图 这一定就是 你们看 只要发现底部 你们看 发现底部 这一根高量柱 代表什么 大家看一下 高量柱的走势 常态 是往下的 那么只要它 回踩不破线 你看 是不是都不破线 然后再来抬高 一过左风 回踩不破 就OK了 你看 这一过左风 回踩不破不破 不破 你们看 接下来在这一段 破不破这个左风 破不破 不管它的背量柱怎么拉 它也没破过这个左风 所以它在这里采用的是 凹口平量柱 爆发猛如虎 你们看 这是不是战略的意图 我们看一只股票 是不是这是战略的意图 首先看懂了 主力战略的意图 战略的意图就是高量柱 是不是 高量柱 一站稳 你看后面回踩只要不破 它的意图出来没有 它的意图就出来了 所以说主力怀胎 10月 主力怀胎要10个月 你们看这个地方有没有10个月 这个地方有没有10个月 10月怀胎一朝分娩 10月怀胎一朝分娩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一定就是我们要看的 记住这样你背量柱 只要它不破底部的高量柱 你看在这里就完了 就行了 这个地方 只要注意 然后找到阶段性的左锋一过 这个背量一过它 你们看 这个背量还有它 是不是 一过你看 这是它的什么位 二一位一过就腾空 腾空在什么地方 腾空在这个阴柱的使领 是不是腾空在阴柱的使领 所以要注意 好 这是背量柱的性质 那么背量柱的介入 背量柱的实用价值比较高 发现背量柱的当天 是介入的最好时机 背特别是相对低位 在上升途中 或重要量柱平衡线的位置 同时注意 多基因结合于量柱的组合 如金阶组合 低量柱 背量柱 输量柱 与背量柱的组合 千万不要使用单一金 好 你们看这个股票在干什么呢 这个股票很明显它在怀孕 为什么叫怀孕呢 是百日低量群 你们看这里来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背量柱呀 告诉了我们 我来了 主力告诉我 来了 对吧 来了以后你看再下来 回踩不破线 破不破线 那么第二个小背羊 是不是比他高啊 第二个小背羊 是不是比他高 来一个差 来 好 只要比他高 那么只要他的底线不穿 大家说 他是不是又是第二级心结了 那么注意了 这是第二个王牌 第二个 好 那你们看这是百日低量群 这是说量柱 对吧 背量柱 好 OK来了 那么到了这里以后来了什么线 停站柱 停站柱 错 停站柱下面的 这个百日低量是停站柱 这个百地是黄金先生的百地 那么这里的平量柱 低量柱是什么柱 我要考一下大家的 这是停站柱 这是支撑柱 支撑柱上面有低量柱和平量柱 大家看见没有 是不是有低量柱和平量柱 那么它和背量柱一组合 大家说的是什么 它和背量柱组合了 大家看 这个背量柱的组合 是不是形成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这就是要反攻了 那就是一阳抗 二阳被占 三阳参战 三阳参战 三阳就要参战 接着来了个板枪 板枪又是背量柱 即高量柱 后面探阻是封 缩量就攻 缩量回踩不破线 盯好临界把仓剑 缩量过高量 大家说它后面涨不涨 涨不涨 所以重点呢 你找出三个小背羊 及三级金阶 会不会飞 你看 一 二 三 三个小背羊 三级金阶 三个王牌 将三级飞跃 所以它后面涨了 所以一定要组合 所以要介入在相对的低位 相对的低位 发现背量柱的当天 记住 是相对的低位 上升突出或重要量柱 平衡线的 你看 这是重要的量柱 重要的量柱 生成重要的量线 背量柱的当天 重要的量柱 低量柱和平量柱 重要的量柱的当天 发现了背量柱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 那么只有它三个底底抬高 三个小背羊抬高 它后面就涨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 这个就很完美 好不好 我们如何介入呢 大家看 一级金阶 比如说 那我们就回过头和大家讲 这是刹车 刹车做不做 不做刹车做换挡 换挡 对吧 好 这个换挡 那么这里是什么 加油 我们说不做刹车 做换挡或加油 那是不是在这两 这两个位置做 是不是应该在这两个位置做 不做刹车做换挡 或加油 那么我们就要发现 刚才和大家结合的 背量柱抬高 要三个 第三个做是不是更好 在第三个小背羊的时候做 结合低量柱和平量柱 确认的背量柱做 明白是不是吗 所以在这个位置 金阶有了 低量柱有了 平量柱有了 第三个小背羊出现了 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大胆做多 是不是应该大胆的做多 但是要结合 王牌和金阶的组合 低量柱 平量柱和背量柱的组合 这是要组合 形成一个组合权 好你看在这个位置介组 那么看也是黄金阶 杨阶有凌方跳空 那你看买了不涨 你看在这里横盘 一二横盘了这么多天 是不是 最一定要注意 一个两个最好是在第三个背量柱出现 来做多 第三级金阶形成 我们来做多 好不好 这样就形成了 刹车换挡 加油 飙升 你把加油仪做 它后面就是飙升 这样做就非常的简单 直接明了 好 背量柱的平衡线 背量柱的平衡线 是最好的攻防线 背量柱所在的平衡线 就是阻力的防守线 阻力无论怎么打压 很少会打乱自己的阵脚 即使稍微跌穿 也会很快的拉回去 好 怎么拉 你们看 这是第一个小背量 是不是第一个小背量 第一个小背量 好 第一个小背量柱加小背量确认了 刹车柱形成了没有 刹车柱就形成了 那么下一回来 它把这个背量柱跌穿了 是不是跌穿了 跌穿以后它没破王牌 是不是 它拉回去了 拉回去了没有 第二个小背量出现 拉回去了 那么第二个小背量 一拉回去 是不是比它高了 你要注意一下 第二个小背量是比它高了 就比它高了 好 第二个小背量上去下来 你看 它破不破线呢 还是不破 是不是不破 OK了 那么第三个小背量出现没有 你看 你看这里呢 这里呢 都是没破的 这个地方稍稍跌破 就拉回去了 即使稍微跌穿 也会很快的拉回去 所以 主力无论怎么打压 很少会打乱自己的正脚 背量柱所在的平衡线就是主力的防守线 背量柱防守线 你看背量柱防守线 背量柱防守线 看到没有 是不是背量柱的防守线 来 第三个小背量出现 下来 打的时候 是不是背量柱的防守线 好 防守线 来了以后 你们看这是什么 低量柱兼平量柱 低量柱兼平量柱 到了第几级了 到了第几级了 三 那这是什么线 这应该是我们的 攻击线了 是不是攻击线了 停站柱 是不是停站柱 这里 再下来低量柱 这里 是攻击线了 是不是攻击线了 低量柱平量柱 你看这个涨停 平量柱加涨停板 就是一个背量柱 一涨停第二天 砰 涨停 大板了 你看 折伤证券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五个板 六个板 七个板 八个板 不出 怎么走 八个板怎么走 那我们就在这里 和大家讲的三个小背羊 大家说以后关不关注 关不关注 就是底部有三个小背羊 一个 两个 三个 大家注意 南京证券 南京证券的走势 就是和它一模一样 南京证券就是底部三个小背羊 底部三个小背羊 必须是台高的三个小背羊 大家发现 一定注意 我再加一句话 是不能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三个小背羊 三个小背羊 是底底台高的三个小背羊 一羊抗 二羊被占 三羊参戴 就是这样 那么三个小背羊 它一定 不会跌穿它自己的平衡线 也就是阻力的防守线 能记住这边 那么最好是三个王牌 三个背羊 生成三个王牌 三个王牌 生成三级金金 大家说 它后边 打不打 那就是王牌 与金金的组合 它就会上 所以在这里 你们看 百日低量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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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 它在这里怀孕了吗 也许啊 它搞了个红外面 是不是 没搞到十个月 也许它结婚之前 别人就已经有了 是不是 别人先上船 后买票不行 所以说 怀胎十月 是一个 是一个初步的 三到 三五八个月 是主任吸仇的行为 不要 所有东西不要死板 一定记住 我在这里 和大家讲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三个小臂羊 一定要抬高 而不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既然它抬高 大家说 它有没有三个王牌 大家想一想 三个臂羊就抬高了 有没有三个王牌 你只要找到三个王牌 三个臂羊 找出三个臂羊 三个王牌 画出三条金街 OK 上了 你看 折伤证券 有吧 非常有 所以这是一定注意的 所以它 背囊中的平衡线 是不会破的 一破 它就打乱了自己的正脚 这就不是一个 精心策划的专家了 所以 它一定会 无论怎么打压 它都不会跌穿 它都会拉上去 这是我们需要的 如果跌穿的背囊 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要抵一抵 抬高的三个小背羊 好 这是它的平衡线 那么背量柱的测幅 我们来看 背量柱 波段保守测幅 以被 找到未被破坏的背量柱 十里加 乘以二 如果破坏了 我们还要不要 你不能说找一个背量柱 你看 这个背量柱 被破坏了 我们还要不要 被破坏掉的背量柱 不要 作为理论参考 第一个背量柱的预测 达到 则再按第二个背量柱 来预测 比如 这是第一个小背羊 比如 这是第一个小背羊 按照它的价格是32.97 对吧 那么32.97乘以二 应该是63块钱 对不对 不对 打33好吧 打33就是66 66的涨幅如果达到了 那么就以这一个第二个小背羊 你们看 它被破坏掉没有 破坏掉了没有 它没被破坏 那么就以第二背量柱的实体 38.11乘以二 如果达到了38乘以二 达到了76块钱 这是还在涨的话 就要以第三个小背羊 来测服 你们看 第三个小背羊的实体是44乘以二 那么它的目标 接近就会到88块钱左右 那么我们只是理论测服 那么到了这里之后 你们看 这只股票到最后有没有到88 我们把这个课程讲完了再来看 好不好 那么这是教大家的 就是这个测服到了 它的价格到了 就用第二个小背羊 但是一定记住是被破坏的背量柱 没有被破坏的实体价乘以二 作为理论参考 好不好 这个要记住的 这是背量柱测服 但是一般的用实际走势来看 好不好 用实际走势 比如你看 这是回把枪的 回把枪的毛胚 我们回把枪 这里也不用看 这里的好 来了 那么在这里横盘走弱 我是不是应该先出呀 在这个地方横盘走弱了 我就应该先出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们发现 这个庄家是不是在此处建仓啊 这里建仓之后往下打 是不是往下打 往下打拿筹码 把里面人都打出来 把跟风盘打出来 然后再用刹车换挡 上升 轻轻松松 把筹码都拿到手了 然后再 一二三上攻了 好吧 这个是简单的啊 你们把这里的记住一下啊 这里的记住一下 就是要未被破坏的背量柱 好吧 测服 那么位置定性的法则 位置决定性质 工房的位置 以及高低的位置 决定背量柱的性质不同 多基因密码的组合 量柱与基因密码组合 决定背量柱的效果不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票 比较箭头背量柱的差异 与效果为何不同 炉 我们看 这里 这个背量柱对吧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下跌途中 使用的第一个涨停板 为什么 也是它的施工 是涨停板施工 试探上方还有多少筹码 试探还有多少筹码 那么打下来 你们看 这个背量柱 位置不同 是不是不过二一 不要单一的使用一个背量柱 那么单一的这个背量柱 是没有用力 单一的这个背量柱 有没有形成王牌和境界的组合 位置定性 视为有压 二一不过鬼门关 对吧 好 同理 这个背量柱 是不是也是不能进 那么这个背量柱 也是二一位 就是这根大鹰 二一不过鬼门关 所以继续下 对了吧 好 那么下来以后打劫 你看 长颜短柱 数量打劫之后 来了个背量柱 那么位置不同 性质不同 好 好 来看 这个背量柱穿的没有吗 这个背量柱穿的没有 好 那么我们就问 背量柱没穿 所以它来一个长平板 你看一个小背羊 两个小背羊 是不是 第三个小背羊 是不是第三个小背羊 来一个两个 是不是第三个 第三个 好 这是稍稍跌穿了黄金线 它是低开 大家说它有没有 有没有跌破 没有有效跌破 好 板后单枪 那么位置 位高亮柱兼背量柱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看跌的 这个背量柱是不是应该看跌的 对 四围看盘 二一不过 好 它起到了什么作用 它起到了什么作用 它起到了探主是风的作用 但是它告诉我们谁来了 它告诉我们谁来了 告诉我们主力来了 主力告诉我们我来了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 这是一组说 这是一个声 这是一个说 这是一个声 大家看它很明显 这里有背量伸缩 背量伸缩是一个组合密码 背量伸缩也是个组合密码 好 那么探主是风 那板后单枪 如果不长 应该有序 说量 是不是应该有序说量 说了量以后 是不是来了一个背量柱啊 对了吧 那么一说 一声 再一说 再一声 大家说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背量伸缩在 背量伸缩组合密码 这就告诉我们一说一声 一说一声 好 背量伸缩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就直接掌停板了 你看 这个掌停很含蓄 是不是过了高亮顶 是不是过了高亮顶 含蓄地过了高亮顶 所以它板 板 是不是 板完以后高开低走的假 高开低走的 是不是 高开低走 回马腔 是不是回马腔 那么我们看 再看这个票 是不是到达了 阻力 到达了什么地方 四位看盘 已经到了 解放 是不是 那么你们看 这个阻力在这里拿来筹码 在这里施工 试探一下阻力还有 上面还有多少人 然后将筹码 阻力要的不是价格 要的是筹码 所以备量柱虽然说是什么 备量柱体现了庄家来了 庄家来了 庄家来了 但是他有没有跟庄的战术呢 没有 所以要体现 他都在拿筹码 记住了没有 他都在拿筹码 二一补过的单枪也好 他其实都在拿筹码 然后再往下打 形成一二上 那么到达四围 这个地方就应该先出了 好不好 这就叫北波固分 北波 这是位置定性的法则 所以一定要多基因的组合 大家以后能不能记住 千万不要使用单一基因 行没有 这是位置定性 好 奥底的备量音 奥底的备量音 记住 也是备量柱 这个以前和大家没讲过 书上也没有 书上也没有 那么奥底的备量音 一般为凶狠的阻力 震仓吸筹 后世采用赤阳技术 以及康桥的战术跟装 记住一点 这个票 这个票所采用的都是什么 筹码消化转移 筹码消化 这个阻力明显在这里 你看这个阻力是不是在这里 被量柱三 然后是低开数量一倍 阻力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在把筹码采用搬移 搬移以最近的大音为准 凡是不能过这根大音石顶的搬移失败 好就会往下打 你们看打到这里的时候 注意了 这里是一个什么 是什么 是个倍量音 是不是倍量音 接着又是一个说三一的 倍量音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个阻力为什么不带高位出货 而要在低位出货 那么 他凹底的倍量音 他想干什么 他是采用了阴线吸筹 阴线战法在吸筹 所以他看上去是一根大音 其实他在收货 他收完货以后 我们就要采用 急音次阳 折服健仓 好 A 是凹底的增量音 你们看 是不是把 是不是说量一倍 说量一倍 这里来这个倍量度告诉我 笔注告诉我 什么来了 我来了 是不是 阻力告诉我 阻力我来了 好 阻力一来 那么这个倍量度 经过了后面的确认 大家看 是不是倍量不穿 所以他不会跌破 不会跌破他的倍量度 来 倍量不穿 那么在这里的 康桥 是在他的头上 是不是 是不是康桥啊 康桥 对吧 好 那么这里的没有有效站稳 你们看 回踩黄金线 是不是回踩了黄金线 那么我们在这里注意 回踩黄金线上 阳格音 回踩黄金 阳格音 是不是站稳了康桥 C柱 C柱 康亮过桥 C柱是不是康亮过桥 这是阳格音 赤阳 赤阳根庄 是不是要赤阳根庄 来 这个叫赤阳根庄 这个C柱叫做过康桥 康亮过桥 那么我们看底柱呢 底柱 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背量柱啊 单枪 底柱 底柱是个单枪 单枪探主是风 说亮就攻 说亮没有 一说他就攻 那么 底一是背量单枪是攻 那么黄色框 黄色的这个框框 构成了两组的背量伸缩 你们看 是不是背量伸缩啊 伸缩伸缩伸缩 它构成了两组的背量伸缩 那么我们看 它是不是不破金线 破破金线 一 二级金阶 康桥 那是不是多基因结合了 那不破金线 说亮珠加小背扬 F柱 F柱 是不是又是个背量单枪 F柱是个背量单枪 黄金线上阳盖音 逢低介入七层金 零号跳空 涨停板 零号跳空涨停 涨停 两个大音 带凹底是为稀仇的 那如何跟装呢 就一定要使用这几招 吃羊过二一 康量过桥 金线不穿 使用这几招就行了 你看 一二几间接形成 上了 这是凹底的背量音 好 那再来看 背量伸缩的基本特征 所谓的背量伸缩 就是深背量柱 加输背量柱的组合 这种战术要求在股价走失的 凹底不分或上升途中 出现背量伸缩状态时 我们要关注 一旦踩到预设的工坊线 就应该勤拿 我这个写得很清楚 一旦踩到预设的工坊线 我们的黄金线是可以预判的 我们的黄金线是可以预设的 它一旦踩到了预设的工坊线 就应该勤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背量伸缩的内型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为一族 为一族之后 是不是一族缩 是不是一族缩 好 那笔柱之后 笔柱之后 伸缩 是不是 笔柱为一族的标准的背量伸缩 你看 为一族 你看 是不是一族 缩伸缩 为一族 那么为一族 和身一族 是两族的缩背的双音 能够记住没有 缩背双音 要求连续缩量 缩三一 缩三一 等于缩多少 你把这个记住就行了 缩三一 缩三一 等于缩二一 你看 这是单组的 这是双组的 双组 你看 连缩 缩背量伸缩的两种类型 一种是单缩 一种是双缩 好 这是它的类型 好不好 你看 一 二 三 你看它后面就要涨了 缩在后面就要涨 这是和大家讲一下 这个它的类型 好不好 背量伸缩的类型 缩 你看它后面就要涨 好 这是科兴技术 科兴技术 那么你们看 它所每一次单枪打的地方 是不是打到了重要的平衡线 每一个单枪打的地方 你看 每一个单枪打着大英司令 每一个单枪打着大英司令 单枪每次打着大英司令 然后回踩 再上攻 站稳了十底 开始进攻 一站稳左锋上平 没有 先底 只要站稳了凹口平衡线 往往都有中大洋 这类是几乎的 好 这是背量伸缩的类型 那么背量伸缩的涨停密码 第一 深的背量要含蓄 不要张扬 以小背扬为家 那么今天和大家讲的小背扬 记住了没有 其前一个加入的对比 增量以背 二 以小背扬为家 第二 缩的背量要干脆 不要含糊 以缩一倍为家 刚才和大家讲的缩一倍都没有 单缩 双缩 好 那这类就是一定要注意的 那我们和你讲了之后 你划线的时候 一定要量价结合的 好 第三 积住后两路的两个阴柱 怎么算呢 积住后两路的两个阴柱 相加除以二 邀约等于积住的一半 即数量以背左右 可以有10%的误差 这个不用算 现在的软件 这个上面都给你们标了有 好不好 这个就不用算了 比如说前面是一万手 那昨天是六千手 今天是四千手 那么你们看 六加二 六五万加四万 是不是一万 一万除一二 是不是邀约前面的 只有五千了 互动算了 这也互动算 我前面是一万 我前面的积住是一万 对吧 前面积住是一万 第二天 我是个六千 对吧 那么六千对于他来说 我是不是说了三一 是不是只说了三一 是不是只看了三一啊 只说了三一 那么第二天 我再说个四千 对吧 那我是不是连续说了 说三一说三一 那么说三一说三一 那么我就用六千 加上这个四千 是一万 是不是一万 那么一万 你除以二 是不是等于五千 等于五千 那么五千对前一个 加上的对比是一万 是不是数量一倍 是不是数量了一倍 它就数量了一倍 也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三一 说三一 等于说二一 好吧 好 第四 倍量伸缩的次数越多 爆发的可能性越大 它不停的倍量伸缩 它的次数越多 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倍量伸缩的伏击位置 第一组倍量伸缩 要连续说量 我们要预警 你看这是第一组 A组是不是第一组 它是不是来到黄金线 首先有黄金线 然后它这是不是在说量 来第一组说量 说伸缩 对吧 对 说伸缩 第一组 那么第二组 来 说量就加小背 是不是打过阻风了 是不是打过阻风了 那么第二组的时候 等它一说 我们叫伏击 记住了没有 这一个第一组 我们要产生预警 预警 那么你看 倍量不穿 再来一个倍量柱 你们看 它抬高没有 抬高量 那么它就抬高了 那么这是一个 两组的倍量伸缩 两组的倍量伸缩之后 它又过了阻风 你们看 只要它敢在这里预设金线不穿 它的实景不穿 我们是不是要伏击了 我们是不是要伏击它了 我们就应该伏击它了 你们看这里的量 就形成了频量 那么当在这里就要伏击它了 OK 伏击 阳盖音 说量 OK 不破 来了 板 板 我们是不是应该伏击涨停 那冬载 冬载拨这个票 后面涨了多少 大家自己看 所以在这里用采用 倍量伸缩伏击的位置 一定采用 第一组为 预警 第二组为 什么 第二组为伏击 所以采用这个 好吧 采用这个为伏击点 那倍量伸缩的频繁 次数越多 那它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是它的伏击位置 好 我们看这个 也是一样 倍量伸缩的涨停伏击 需要找到合适的伏击点 说量回踩到位 金线盖音伏击处 金线盖音 好 我们看 这是一个深 是不是 我箭图的地方 这是一个缩 这是一个深 这个箭图是个深吧 那么你看它是在黄金线 是在黄金线 那么你看 一说再一声 你看 这是不是一组 有了一组啊 那黄金线杨盖音 我们就伏击他 对了吧 好 接着你看 金线抬高 是不是金线抬高了 你看这里金线抬高之后 你看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第二组啊 倍量伸 说声 说声 说量伸 加倍量伸 平量伸 增加倍量伸 说声 倍量伸说组合 第二组 那我们就伏击他了 一伏击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到手了吧 所以一定要了解 我们所讲的量度 那么刚才和大家讲过的 高低频倍 频倍 到了现在是倍 要说 要说 平量度要确认 低量度要确认 所以 底底抬高 一 二 三 看金级 几级 一级金级 二级金级 三级金级 是不是上了 第三级金级 你还不买股票的话 后面就上了 你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就买不了了 所以在这里 是他要生了 是不是要生了 说生说生 他就要生产了 然后就到了医院 临产了 就搬了 这个要记住 所以你看 一盖阴 你介入 你看这里是不是盖阴 介入 一说一盖阴 你介入 你看 一说一盖阴 你介入 记住没有 说量回踩到位 你看 说量回踩到位 看到没有 你看一生 一说 扬圣经 能不能记住我说的话 这是一个生 这是一个说 一扬盖阴 扬圣经 因为这叫盖阴 经线盖阴伏计 数量回踩到位 尽量盖阴伏计 那么为什么 有些同学在这里进了之后 第二天 他要跌一次 现在明白了没有 就是因为这里一伸 他要说 你比如说 我一扬个阴界去了 第二天跌了 跌了我没信心了 我一脉也帮涨了 你看 他就是伸 说 你一脉 他一伸 这就叫背量伸俗 背量伸俗 这也是一样 好不好 你看 这是一个说 这是一个生 是不是 你看一进去 你看第二天不涨 不涨怎么办 说 还不涨 说 并且行之一组 贫量度 等你赖不了反弹 生 扬盖阴处伏计 扬盖阴处伏计 好不好 好 这是背量伸俗的伏计位置 那么背量伸俗的伏计位置 总结 背量伸俗的伏计位置 第一组背量伸俗是预警 第二组背量伸俗就可以伏计了 只要找到了合适的伏计点 如黄金先生杨格英 逢低介入七神经 背量伸俗的启动迹象 背量伸长和背量缩小 都是阻力行为 当一只股票 背量伸俗的频率越高 其大涨或涨停的时机 就越来越近了 好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套 阻力告诉我们 是什么 第一个小背羊 我来了 是不是 是 界 第二个小背羊 在这个小背羊之后 是不是说量回踩 说量回踩 一说 伸 来 是不是一说 就一伸 然后再说 百人跌量群 再来一个小背羊 一来 说 伸 说 你们看 他在这里的频繁的背量伸俗 一个 两个 好 说了之后 再一伸 结束了 他在这里一伸 小背羊 小背羊 说 说 说三一 说三一 等于说 二一 背量伸俗 频率加快 往往是流鼓启动 分面的前奏 大家看这一段 记住这样的形态 一组 两组 三组 你看 说 说 声 说 说 说 你看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心灰精密 海阁 在第一版发出之后 来了 这就是背量伸俗呀 频繁的牵手 牵手之后 就会 怀孕三 是不是 你看这怀孕三 现在一怀孕干什么 生了一个大方的小贼 这个大方的小贼 就叫心灰精密 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吧 你们想一想 他的下面做的好不好 做的是相当的好 一个 两个小贝羊 三个小贝羊 四个小贝羊 五个小贝羊 六个小贝羊 加上一组伸 一组贝量伸俗 两组贝量伸俗 三组贝量伸俗 所以 平凡的贝量伸俗 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希望我们 还可以找到这样的票 所以涨停板复盘 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 这个呢 无限而激励 龙头骨 涨幅大标 好 这是贝量伸俗的 启动迹象 那么再来看 贝量过左风 涨停急先锋 扶盘发现 贝量过左风的股票 应用分析底部的构建 参与流股的拉伸 比如 你们看这个票 这是一个贝量柱 对吧 贝量柱兼高量柱 是不是 回踩不破线 钉好零件把仓件 顶顶互换 撑压互换 来了 然后在这里的 顶顶互换 接着呢 再来一个 来了 来 顶底回来 这是个风 顶底互换 上了 板了 你看 是不是 贝量掌平 贝量单枪 好 一级 在这里的 就要采用了 一级 对吧 那么 二级 用它的顶花线 就是 二 在这里 好 然后再上 打截 破不破风 破不破这个备量柱 不破这个备量柱 无论它怎么折腾 一二三 不破 OK 来了 来 敌量柱家小贝扬告诉我 我来了 打截完成 是不是打截完成 我来了 一来 贝量单枪 单枪一阻阻风 探阻四风 输量 干什么 输量就攻 一攻 那今天有位同学问我 为什么叫前颈后松 前面颈 是颈它的楼梯 它前颈后松 前颈的后松呢 叫牛骨骑 所以在所有的课程当中 我才讲过 它的楼梯要足迹加大 台阶逐步抬高 台阶逐步加大 才能行 基础扎实 底部老靠 所以它才能够拉伸 越秀金库 是不是 这里 那我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扶盘 这个过左缝了呀 过左缝没有 一直看这这 我们扶盘 一二三 单枪 这里 背量单枪过左缝了没有 这里没过 背量单枪过左缝 掌停极先锋 所以要扶盘 发现背量过左缝 然后下面 底部牢靠 基础牢靠走势就要好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所以它走势就好 上升途中采用 单阴不是阴 假阴正阳 千流带涨 那就用背量过左缝 掌停极先锋 好 这是一个 接着再来看三个背量的战法 我们刚才前面和大家讲 这次就简单和大家讲 那么低量度之后的第一个小背量度 往往就有试探性 是不是试探性 不可以冒进 上升途中找到逐个抬高的背量度 参与伏击 逐级的 第一个小背羊 是不是第一个小背羊 那么下来之后不破线 对吧 你们看第二个小背羊出现没有 是不是第二个小背羊 第二个小背羊回踩破不破它的理 第二个小背羊回踩破的理出现 第三个小背羊 那一羊 在底下 二羊在这里 三羊是不是要参战 那么这三个小背羊 是底底抬高 是三个背量度的战法 参与第三个 能不能行 能不能行同步呢 背量度好找三 背量度好找 你看这得一级 两级 第三个小背羊出来了 你看一个小背羊 两个小背羊 第三个小背羊 你们看这个股票是红肥绿寿 是不是红肥绿寿 它后面就涨幅不小 涨幅 一二三四 将近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 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三个背量度的战法 我这就不重复了 前面和大家讲了 好不好 背量单枪战法 单枪小霸王 涨停不商量 量能量含蓄 脚下有根基 经节支撑 根基精准 探柱是风 缩量就攻 下降途中 出逃就赢 没有精击上攻就赢 那讲的 我们看 讲上升途中 你们看 这是什么 下降途中 出逃就赢 没有精击上攻就赢 第一个小背羊 单枪 有没有根基 有没有根基 没有根基 上攻就赢 好 那么在这里完成的是 完成的第一个 一级经节形成 成了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小背羊 第二个小背羊 是否比发高 第二个小背羊比发高 对吧 一羊试探 二羊备战 三羊参战 那么我们看 单枪小霸王 亮人 要含蓄 含不含蓄 含不含蓄 亮人要含蓄 脚下有根基 一级经节 二级经节 这里有三级经节 三级经节了 对不对 那么脚下有根基 是不是应该上啊 上就涨停 对吧 所以 那么探主是封 说亮就攻 记住了啊 来 探主是封 说亮就攻 好 一二三 打劫 记住 三级不打劫的票 五级要打 五级不打劫的票 就会开始主声 好 那么记住这口诀 来 单枪回调 你看 单枪回调 不破线 丁好临界 把仓箭 丁好临界 把仓箭 来了 掌停 来了 掌停 板后单枪 说亮回踩 不破线 丁好临界 把仓箭 你们看 这个票留不留啊 留不留 留吧 所以这个票呢 叫做什么股份 忘了 有同学吃了几个板 是不是 那是海格的周末选股 海格的周末选股 所以一定要记住 雷是不是 我怕练错了 秀才只练半变字吗 对 你们看 单枪小霸王 亮人要含蓄 亮人要含蓄 脚下有根基 你们看到没有 有根基没有啊 说亮就攻 掌停 单枪回调 不破线 丁好临界 把仓箭 单枪回调 不破线 丁好临界 把仓箭 高亮不破 背亮不穿 跳空不补 六鼓三绝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OK了 好 这是背亮单枪战法 那今天晚上的课程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年轻 好好学习 天天笑张